采券行外爆發口角衝突 一名女子情緒激動 不滿弟弟在采券行投注 七萬八千元 結果血本無歸 警方貨報到場 將雙方隔開來釐清調查 就怕衝突一觸即發 但大陣仗前來處理投注站的糾紛 也將附近民眾嚇壞了 我現在一大堆警察 我也不知道 妳也不知道 我只是拍下來 事發在11號晚間 台北北投西安街的采券行 黃姓老闆娘和店員 疑似要衝業績 主推五分鐘開獎的冰果遊戲 少星客人起初只花一百元 碰碰運氣 沒想到一遭誘導下注 現場賠了七萬八千元 少男姐姐氣炸了 衝到采券行要替弟弟討公道 雙方爆發口角 重回事發現場 采券行鐵門緊閉沒有營業 而店面臨近捷運站 不少客人都會前來下注 這回遭指控誘導購買 是否有涉及違法 警方還要調閱相關監視器 抵清真相 只不過客人下注的七萬八千元 通通共沽 賠的錢恐怕通通拿不回來 記者黃天耀林玉君 台北參謀報道